Hello,大家好,我已经回成都了 今天我回来之后就发现这里下雨 但是下得比较小,我就没有打伞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在成都的城南属于住宅的核心区 我背后不远处就是成都的第一人民医院 所以在这一片的住宅可以说是成都的优质资源一点都不为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背后的这些房子 其实都很贵的,接近三万块钱一瓶 那为什么会这么贵?是因为几个原因吧 我觉得第一,它是在成南 我之前就说过成南属于成都的富人区 还有就是它景民医院,市人民医院 第一医院应该是三甲,三级甲等医院 是一个比较好的公立医院 然后再说就是这个地方它景邻五号线 地铁五号线 也就是说它就比如说住在这里的 它只要下楼走不了多远就可以上地铁了 所以这些因素导致了它可能价格就比较贵 那说回主题啊,大家看到我背后正在修的这些房子没有? 它曾经是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的合计黄浦地产公司的地产 现在当然它不是了 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成南都会 它之前是合计黄浦的地产 但是呢,它拿了地之后一直五第五了16年 一直都没有开工 到近期它才卖给了其他的公司 直接套现了78个亿 然后走人了 所以成都高新区的这个主管部门官方就怒了 出来说的是禁止再向合计黄浦成都公司提供任何贷款和融资 其中啊,还要查处一批就是五盘吸收的这些项目啊 其中就包括这个成南都会 就是这里 这吃瓜群众可就说了啊 诶,这就是赤裸裸的套现行为啊 可不能让这个李嘉诚给跑了 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啊 诶,剧情就反转了 这直接就把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给整蒙了啊 说的是,长江实业啊 出来说的是这个成都合计黄浦这公司啊 它不属于长江实业的管辖 也就是说,说人话 就这个公司它不是李嘉诚的 我才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 我也觉得很扯 我在想,诶,这个成都官方 这个主管部门难道还会找错人吗 这事儿爆出来之后呢 广大的网友也的确不是吃素的啊 结果过了没多久 就有人爆料说成都这边的合计黄浦公司呢 以前的确是属于李嘉诚的 但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啊 就卖给了宇州集团 套现了78个亿,直接就走了 那据说啊,就这一顿操作下来啊 李嘉诚就直接赚了38个亿的差价啊 真是太厉害了啊 那其实呢,李嘉诚在内地套现这个事儿 大家也都知道了 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对吧 据不完全统计呢 李嘉诚到现在为止啊 就是在大陆套现已经超过了2500个亿了 不过从我一个吃瓜群众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李嘉诚吧 感觉现在就有点像那个什么菜市场的卖 卖菜的二道贩子,他赚的是差价 就比如说吧 去年10月啊,李嘉诚把那个 在辽宁大连的一个项目啊 40个亿,卖给了融创的那个孙宏斌 但其实啊,他当时买来这个项目啊 只花了19个亿 然后他这一转手 诶,他就赚了21个亿了 诶,这有人就会问了 说这李嘉诚啊,他要这么多钱干嘛 他难道很缺钱吗 其实不是啊 为了这个事儿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资料啊 发现他拿了这么多钱呢 基本上都是去英国投资去了 可以说买下了半个英国一点都不为过 这涉及的领域也是非常的广啊 涉及到了英国的水电器 交通,然后教育,然后地产 啥都有啊,基本上就是说 覆盖到了英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 诶,这其中啊,我觉得特别厉害的是 李嘉诚家族居然控制了英国 百分之三十的天然气供应市场 和三分之一的码头啊 这码头三分之一都是李嘉诚家族的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到底是有多么的厉害啊 这有人可能又会问了啊 说,哎,这李嘉诚在国内 他到底对房地产市场有没有贡献呢 啊,站在我一个韭菜的角度上来讲啊 我觉得有 那是啥呢?就是公摊面积 那公摊面积啊,现在已经变成了 你要,如果在国内买房子 所有的房地产公司都会跟你说 你买的房子有多少公摊面积 这公摊面积的钱是由买房子的我们来出的 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李嘉诚他们提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还是有贡献的 就贡献了公摊面积这么个概念 在其他国家呢,是没有公摊面积这么个概念的 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嘛 那部分面积呢,其实都应该是开发商来承担 就是费用的 不应该算到我们买房人的头上 哪怕你把它加到房价里面 我觉得都还好受一点吧 你如果把它单独列出来 在买房的时候,算那个价格的话 我觉得,怎么说呢 感觉总有点,不是那么个 不是那么回事,对吧 所以,这李嘉诚这事儿爆出来之后 为什么会立刻成为一个话题啊 你品,你细品 那么,好了,今天呢,我也是偶尔的走到了这里 然后就想起了这个事情 就跟大家聊一聊吧,拍一拍 然后看,让大家看一看这个被点名的这块地 到底它长什么样子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见,拜拜 这件事情 好,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